测试女儿十岁时的可爱模样 二十岁时的青春无敌 三十岁那年初为人母的幸福 但怎么料得到 接下来的婚姻失败 让女儿身受把握 一患重度忧郁症 不愿和人接触 有一阵子去药 她不开门 等到女儿愿意开门时 妈妈发现她竟然成了 储物症患者 家中宛如垃圾场寸物难行 只好向司机求救 多次沟通 终于让女儿了解 环境卫生的重要 于是在去年九月 志工两度大动员 清出的是家里的成年垃圾 也是女儿心里解不开的结 觉得大家真的很辛苦 谢谢她们 我带她回来这里住 不然她自己不会打理 为了减缓女儿病情 妈妈和慈悸人轮流鼓励 给予正能量 有没有比较有精神一点 有 比较有精神 真的喔 看着女儿病情逐渐稳定 妈妈带着她出门做环保 心情很好啊 为什么 没有什么压力啊 我们两母女讲话 有时候她会笑 以前很少 你来这里有没有很高兴 有啊 很高兴啊 除物症患者通常不觉得自己生病了 唐人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感受 用情感慢慢陪伴开导 跟之前都不理人家 差得很多 所以妈妈就觉得很欣慰 她说她一直要坚持下去 环保一定要一直做下去 女儿对抗心理疾病 还有很长一段路 但妈妈此刻有了无比勇气 要陪女儿走下去 大爱新闻 张泽人 林欣宏 台中报导